大家好 升旗得道 今天是2024年1月26日 今天是星期五 繼續來到 星期五的晚上 香港時間 我們繼續跟大家詳細揭露今天的時事 各位在聽的這個節目 繼續是我們王牌時事經濟節目 升旗得道 我是這個節目的其中一位主持 我是莊利霍 這一節我們要跟大家鏡頭一轉 回到中國大陸 研究中國大陸有趣的時事 曾經發表 豪情壯語 說寧願 坐在BMW裡面是痛哭 都不願意 坐在自行車上笑 好了 這個叫做中國大陸的拜金女 這個是女無特兒來的 叫做馬洛 他犯上了非常嚴重的錯誤 有這麼好的國產汽車 你不坐 你不是坐在紅旗 以及比亞迪裡面 在笑 你竟然說要坐保馬 你也算不妙了 其實他的心態 也反映了中國內地人 的一種心態 就是其實內地人根本就知道 外國有很多出名的名牌子 在他們心目中 奢侈品 仍然是以外國 的出名品牌 為主的 中國大陸的牌子 你要買我那份 正如很多內地人喜歡LV 喜歡ermacy 要買iPhone 要用蘋果 車也是一樣的 在中國大陸的心目中 仍然是保馬 是非常之重要的名牌子 這位呂毛特兒 曾經發表過這樣的拜金言論 即是說 我寧願坐在保馬裏面 有多痛苦 要痛哭也好 我都不會走去坐單車 單車 當然就是比喻 窮人 結果 是一語成慘的 很Juicy 我們繼續講來之前 請各位做好支持六部曲 由於我們幾節都說了 希望大家 最重要的部分仍然是執行免費模式的支持 請打開我們本台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大法 敬請各位要幫忙支持 如果你不幫忙支持 我就沒有辦法了 唯有把法定廣告時間提升 所以請各位 身體力行幫忙做了 我們就給大家優惠了 把廣告剪斷 經濟能力許可聽眾 仍然希望各位 一定要訂閱Patreon支持我們 我們仍然會有 Patreon獨家優先節目 話說中國呂毛特兒馬洛 曾經 在戀愛節目上面一語驚人 就說寧願要坐保馬 坐在保馬上面哭 都不願意坐在 自行車 這個是大陸的叫法 單車上笑 其實 他最大的問題就是 說明坐了保馬也不會笑 這一種說法 就好像香港曾經有流傳 他說寧願跟女朋友吃麥當勞 大家 開開心心 都不願意 用去貴價餐廳 大家哭喪嘴唸 大致上是這樣 Exactly那句我忘記了是甚麼 即是說 在當今那個香港社會 當時很多人覺得 我寧願兩個人開開心心 最多就是吃麥當勞 都不一定要追求富貴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是正好相反的 因為經濟崛起 經濟崛起嘛 祖國要偉大嘛 有很多人 就是本來 窮鄉僻壤 變成了有錢人 所以中國大陸一時之間 興起了大量的拜金主義 而他的拜金主義 比起香港這個經濟主導的地方 重要 有個之而無不及 結果這個寧願坐保馬痛哭的人 就是在上年一月底閃婚 然後 正當他 以為自己有一段美滿婚姻的時候 結果真的坐在保馬痛哭 更加 在 半年裏 慘遭 七次悲慘對待 字眼要小心 因為Youtube很麻煩 由於他的家 受到悲慘對待 所以他現在要提出離婚 而且也要申請保護令 但是他的丈夫 接受中國媒體的訪問 當時反駁這位拜金女 他說兩次 大家雙方爭執的時候都是馬洛自己動手 而自己是自慰還擊 結果大家 都是 遭到刑頭痛擊 而這個拜金女馬洛 他真的很喜歡馬 又喜歡保馬 名字叫馬洛 他說馬洛 幫自己還了160萬人民幣 是分錢債務來的 而他丈夫也提出強烈證據 他說這些錢 是他之前 是轉給馬洛的 因為他 以前只得10萬人民幣存款 馬洛也立即出來在微博上面發文反駁 他說自己 慘租 是悲慘對待 所以提出要離婚 更加 他說在離婚的官司開審期間 受到對方跟蹤威脅 還有網絡造謠 還有誹謗 他的丈夫也發文指馬洛是騙婚 馬洛又出來澄清 說自己沒有騙婚 的行為 甚至乎 已經賣了 結婚之前的房產 去幫 這個丈夫劉先生 償還160萬人民幣 的債務 各位 香港的朋友 就會覺得 其實他們在說的債務 錢 其實不是很多而已 他們只是在說的百多萬 當初你以為這個拜金女 是嫁到一個有錢人 其實就是這樣 他們覺得自己駕奔士保馬 在中國大陸很威威 實際上 他們的樓房價值 跟香港 雖然香港今天樓市崩潰 仍然跟香港一個最普通的單位 都無法相比 他們會 為了那百多萬 討論 大家雙方還債 百多萬在香港 是買樓的首期 雖然現在很多人已經輸乾輸淨了 即是說 其實他們說到自己 呂無特兒 說到自己就是怎樣喜歡拜金 寧願要坐保馬 他們覺得 有個賓士保馬 就是有錢人的象徵了 原來他們說來說去 那些債務來來去去 只是說160萬人民幣 還有賣完 中國內地的房產 也是只有80多萬人民幣 實際上他們說的 銀麻 對很多 香港的中產來說 根本是小疑科 結果 原來他們 自己在幻想自己是有錢人 沒有辦法的 因為中國大陸的樓房 是沒有那麼貴的 他們 是有一種錯覺 覺得自己穿金帶銀 駕保馬就覺得自己很威風 那麼 去到英國 百多萬也能買樓的 不過要看看是甚麼城市 當然不可能是大城市 一定要是比較小的城市 才行 Benz 寶馬 這裡真是不好意思 到處都是Benz 寶馬 這裡是歐洲 來的嘛 這裡的Benz 寶馬 多到 你想像不到 實際上你要買一架Benz 寶馬 一點也不困難 香港買 Benz 寶馬是很昂貴的 但是在歐洲 就是價格相當便宜 所以 魚不過糖就不會肥 其實產品也是一樣的 正正是因為歐洲的名牌子 去到亞洲就變成了超級無敵的名牌 實際上 在歐洲 只是普通東西來的 如果你說要坐貴車 就肯定不是Benz 寶馬 最低限度也要波子 覺得開一架貴車是身份的象徵 我們發現 這是亞洲 特別嚴重的通病來的 往往 在歐洲你會發現 白人的車子又爛又殘 又不用 撞升降機了 鏡子也甩了 但是回到這裏 其他有膚色的人士就很喜歡 要坐好車的 本來曾經我也覺得駕駛跑車很有型的 但是當你看到 價格跑車上面 那些人是甚麼人之後 你就不想再駕駛跑車了 免得被歸類 是同一種人 說來說去 其實中國大陸的拜金 的主意仍然是非常留於表面 即是說 就算你是拜金 其實他們的品味也相當有限 結果中招 以為對方 有一架寶馬就是有錢人 實際上才發現原來他的劉勝丈夫 根本就不是真的有錢 另一個潛在的可能原因 就是因為中國大陸 經濟爆煲 有很多人如果繼續 貨餘輪轉 就算有大量的債務在身 他仍然可以充當著一個有錢人 但是當 不能夠貨餘輪轉的時候 其實他就發現原來自己 根本 是債務前身的 十足 香港現在有大量 這樣的有錢人 你看波叔家族你就知道 拿著整首貨全部都要賣 即是 周身都是債 我們今節和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大家好 我們 早前我們有介紹過大家用VPN 最近 Shackshack的VPN 聯絡我們本台 贊助本台 如果閣下 PIA 是到期的話 就可以選擇轉到 Shackshack的VPN 新聽眾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購買Shackshack的VPN贊助我們 連結我們放在下面 其實 總共有 六大優點 可以 大家 認識一下這個Shackshack 首先 你是否會關心在網絡上保持私隱和安全呢 我們就會向你介紹一款 優秀的虛擬私隱網絡服務供應商 Shackshack的VPN 串法是 SURFSHARK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速度也十分快 第二 Shackshack通過 加密 你的互聯網連接 確保你個人信息和數據得到最高程度的保護 不理你是 用公共的WiFi還是瀏覽敏感資料 Shackshack也是你強大的盾牌 第三點 Shackshack擁有幾百個伺服器的地點 讓你可以享受到更快的連接速度 同時瀏覽全球各地的內容 無論你在哪裡 第四優點 Shackshack承諾不會記錄你的瀏覽活動 確保你的私隱完全受到尊重 能夠讓你自由自在地探索互聯網 第五 不理你是用Windows Mac機 Android 還是iOS Shackshack能夠 在各種設備上為你提供保護 確保你的私隱和安全 第六 海外用戶可以用Shackshack VPN 看ViuTV節目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節目 有指定地區 譬如有些地方台灣看不到的 有些地方歐盟看不到台灣的網站 但是你一個VPN就可以完成了 總體來說 它是一個簡單的 強大且可靠的選擇 讓你在 這個 數碼世界自由瀏覽 也不用擔心私隱和安全問題 現在就試一下吧 的 谢谢大家